科学家小心地用激光切割机切开头盔 可当他摘下头盔时 副船长的脸上竟然紧紧包裹着一只 他们从未见过的恐怖生物 一时间他们似乎有些手足无措 为了尽快把这玩意弄下来 科学家尝试用钳子夹断怪物的触手 但他刚一用力 怪物的尾巴却勒得更紧 副船长的脖子随时都可能会被扯断 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也无计可施 既然怪物不能受到刺激 他们迅速对船员进行了全身扫描 通过一气扫描后 却发现了更加诡异的一面 怪物的一条触手已经伸入男人的喉咙 并没有直接杀死他 而是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氧气 一边让他麻痹 一边又让他活命 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为了尽快救下船员 即便对这个生物一无所知 船长还是要冒险 先将怪物彻底从副船长的脸上割除 随后船长就对怪物的触手强行切割 可激光刀刚划开一个小口 黄色的鲜血就从伤口处涌了出来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怪物的血液中含有一种强酸 可以直接腐蚀飞船的地板 危急时刻 船长立即带着船员 赶往下一层舱室检查 可当他们赶到时 第二层的地板竟然也已经被腐蚀 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他们也不得不火速来到了第三层船舱 直到这一层 强酸性的血液才终于停止了腐蚀性 船长对此感到很吃惊 看来这怪物比他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 由于暂时无法强行移除怪物 只好把副船长留在医务室隔离 由科学家艾舌进行观察 到了深夜船长就收到通知 说怪物突然不见了 遇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一幕 让几人都开始疑惑 掺杂着不安和恐惧 并仔细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就在这时 雷普利被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他们迅速上前查看 可通过近距离观察 怪物条件反射动了一下 可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突然死掉呢 但这种高危生物 它的血液又有很强的腐蚀性 雷普利认为应该立即扔掉它 但艾舌却想把它带回地球 做进一步研究 这绝对是一种全新的外星物种 故事发生在2122年 距离契约号事件过去后 经历过两次失败的维兰德公司 开始将重心从太空殖民 转移到资源开采上 一艘星际货船诺斯托罗莫号 载着七名船员 一只猫和2000万吨矿石 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中共系统母亲 突然收到一条奇怪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就是撒旦发来的邀请函 按照公司规定 收到异常信号的时候 母亲必须唤醒所有船员 接着七名船员就在这孤独的航行中 被提前唤醒 苏醒后的船员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以为快要到达地球了 于是就开心地讨论起了分配酬劳的问题 这时候机舱里的黄灯亮了起来 这代表母亲发现了异常情况 但当他们都来到驾驶舱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早已偏离了太阳系 按照计划 他们此时应该已经接近地球了才对 船员们对此满脸疑惑 大胡子船长很快找到原因 原来是飞船收到了一段疑似求救的信号 这股信号源每隔15秒就会重复一次 于是主控系统母亲有权发出新指令 改变航线 飞向一颗生态体系不明的小行星 进行搜救 这时技术工程师小黑提出抗议 这是一艘货船不是救生船 他觉得这种没有报酬的事 他们可以不接受 但科学家艾舌告诉他 公司的合同要求是 飞船在途中如果发现地外智慧生命信号时 必须前往侦查 如果违约的话 这趟酬劳就全泡汤了 听到这话小黑瞬间所骂 于是他们很不情愿的 循着信号源追踪过去 只是大家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 很快飞船就进入小行星轨道 勘察过地形之后 船员们驾驶着小行飞船前去一探究竟 但由于气流过大 飞船着陆时起落架出现故障 四根架子损坏掉三根 维修工布雷特和小黑 本可以在15个小时内修好 但为了发泄对这次任务的不满 故意将时间拖持到26个小时 船员检测到这颗星球的大气状况 非常原始 空气成分主要是高蒙度的氮气 二氧化碳和乙丸 温度一直保持在零度以下 如此恶劣的环境有个鬼的生命 且发现信号源仍旧按频率发射 和他们的距离是大约两公里 于是船长带领副船长 和领航员兰波特下船追踪信号源 没过多久 三人就发现信号是从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残骸中传来的 说明这里可能有外星生物的存在 不过既然来了 就得鼓起勇气继续探查一番 当三人距离飞船越近 信号质量就会越差 接着他们从圆形入口进入飞船内部 迈向这次临时行动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位置 三人都身处漆黑巨大的山洞之中 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他们会见到什么生物 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与此同时 雷普利发现母亲破解了部分信号 这可能不是求救信号 而是一种警告 他想立刻去把三人叫回来 但艾蛇却神色紧张 说他现在赶去也来不及了 还不如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见说服雷普利后 艾蛇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而当他们顺着通道 来到飞船控制室的时候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太空座椅 上面有一具巨大的外星人尸体 其实他就是工程师 只不过比普罗米休斯里的工程师高大一些 由于年代久远 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化石 而更让三人吃惊的是 这巨人的胸骨是向外弯曲的 似乎是在他生前 胸腔里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 之后他们又在地板下发现了一个洞穴 副船长继续往深处探查 利用吊绳下到了底部 里边的温度比外面要高出很多 空间特别的大 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产卵石 里面有大量不明生物的卵 如果仔细看 卵上的黑水竟然是反重力向着上面低去 把灯光往下一点 发现里面还有生物在蠕动 显然还是活着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出意外 就在这时一颗卵突然张开 副船长忍不住好奇地探出头来查看 下一秒从里面跳出一只暴脸虫 紧紧地吸附在了他的面罩上 立刻陷入了昏迷 船长和兰波特赶紧把不省人事的副船长 带回飞船抢救 得知有人正被某种不明生物吸附着 理性的雷普利拒绝打开舱门 为了防止其他船员被感染 按照规定必须进行24小时隔离 但船长坚持认为 挽救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 爱舌积极地打开了舱门 让三人进入了飞船 此时飞船故障也已修复 在确认这里没有智慧生命之后 他们便驾驶着飞船离开了这颗星球 就在船员们聚在一起 商量如何冷冻副船长时 昏迷中的副船长竟然奇迹般地苏醒了 他看上去似乎没有其他异常 看到他的状态众人都松了口气 只是他现在感觉到肚子很饿 大家欢呼起来 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也不知道是高兴的缘故 还是好久没吃东西了 副船长的胃口特别好 爱舌却在一直观察副船长的变化 过了一会儿 副船长突然变得不对劲 船员们还以为他是吃饭噎着了 下一秒他的身体猛然倒在了餐桌上 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所有人都很诧异 为什么他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发病了 而且脸上凝成了一副极其痛苦的表情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衣服被撕扯开 身体里竟然有一只小怪物 大概有拳头那么大破堂而出 吓坏了所有人 小黑本想当场将其干掉 可却遭到了爱舌的阻拦 怪物环顾四周 眼看对方人多竟然会说人话 你们好 拜拜 在众人惊苦地注视下 怪物消失在视线里 他准备纤维索发育一番 船上多了一个外星怪物 众人显得忧心忡忡 为了对付那只小怪物 维修公所信做了一把电击枪 爱舌做了一个活动传感器 只要有移动物体靠近 传感器就会迅速发出警报 船员们随后拿起武器分成两组 开始在飞船内展开地毯时搜索 即使只有一只一行 但在这幽暗的飞船中 你也会感觉它无所不在 当他们进入黑暗的储藏室时 传感器就有了反应 三人根据传感器的指引 立刻锁定了前方的置物柜 紧接着三人迅速提高了警惕 并摆好网具随时准备抓捕 可是当他们打开置物柜时 却吓了众人一跳 原来是他们的橘猫藏在了里面 为了防止橘猫再次干扰大家抓捕怪物 小黑让维修工去把橘猫找回来 当有人独自行动的时候 往往就是第一个领盒犯 就在维修工寻找橘猫的过程中 发现一张奇怪的皮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小怪物吞下的 更不知道小怪物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小家伙 随后他就来到一个漆黑的仓室内 找到了橘猫 正要呼唤橘猫过来的时候 橘猫立刻发现他身后的怪物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去各把小时 怪物已经蜕变成了完全体 看到怪物行凶橘猫惊恐的后退一步 维修工这才有所察觉 他转过身 一只比他个头还高的怪物出现在面前 嘴里不停地流着纯净水 坚硬的口气哭斥一下干掉维修工 立刻将其拖进通风口 当雷普利和小黑纹生赶来的时候 现场却只剩下几丝血迹 一旁的橘猫被吓得哑巴呆住 其恐惧的眼部大特写 更进一步反衬了所发生的事 不到几个小时就死了两名船员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物种 但可以肯定的是 怪物就潜伏在通风口里 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通风管通向主空气舱 而且只有一个减修口 只要堵住出口 把他赶进空气舱 再把他丢出太空就可以了 如果想将他消灭 就必须有人冒险进入通风口 于是船长分配艾士和雷普利 蹲守住空气舱 小黑和兰波特去堵住维修口 船长或许是出于内疚 背着喷火枪独自钻进通风管道 毕竟是他坚持要将副船长带进飞船 才造成了现在的危险局面 没过多久 外面的队员就迅速追踪到怪物的位置 但怪物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他在管道中不停地变换位置 探测器难以锁定他的位置 就在这时 船长在地上摸到了一滩恶心的粘液 紧接着怪物的信号突然出现 迅速向他逼近 所有人都在为船长担心 唯独爱舌脸上面无表情 兰波特一个劲地呼叫船长快逃 可没人告诉他应该往哪里逃 不过想跑也已经来不及了 怪物凭借鬼魅的速度堵住了他的退路 挂掉了船长 怪物一点点展示强大而不可限量的力量 一点点吞噬着其他船员脆弱的神经 其余的船员在这巨大的压力下 开始分崩离析 兰波特提议弃船逃生 乘坐太空梭逃走 至少不用被怪物吃掉 但太空梭却只能搭载三个人 听到这话 小黑瞬间上头失去理智 准备用喷火器去跟怪物硬碰硬 只有雷普利还保持着冷静 鼓励大家振作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 齐心合力把怪物扔出太空 它们才能安全返回地球 艾蛇则对此事没有任何反应 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不禁让雷普利心存疑惑 他来到中控室想询问一下母亲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消灭怪物 母亲却回复他 937特别指令 只有科学家艾蛇才能访问 于是雷普利便输入了艾蛇的身份代码 询问什么是937特别指令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937号指令的内容包括飞船变更航报 调查卫星生物采集标本 以及将异形带回地球作为优先事项 甚至不惜牺牲全体船员的信任 雷普利瞬间明白一切 这全部都是维兰德公司的阴谋 从一开始就设下了圈套 利用几个船员做诱饵 此次航行的真正目的 实际上是去未知星球 寻找强大的生化武器 艾蛇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时刻 都是他决定了一行被带到飞船上来 受到观察和保护 雷普利赶紧去找小黑和兰波特 准备将这个秘密告诉他们 艾蛇竟然将所有舱门全部关闭 这时他的头上流出了不明白色液体 既然有人发现了秘密 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在雷普利反抗的过程中 还被薅掉了一撮头发 雷普利完全没料到 一直显得温弱安静的科学家 竟然有如此的一面 他面无表情地打晕雷普利 将杂志卷起来 硬塞进雷普利的嘴中 眼看快要领杂志盒饭 关键时刻小黑二人终于及时赶来帮忙 出乎意料的是 个头更高的小黑竟然都不是对手 于是他只能抄起铁棒 狠狠地砸在科学家的后背上 突然艾蛇的身体似乎不受控制一样 连续翻转了数百圈 一边鬼畜一边口吐乳白色液体 看到如此诡异的阴影 小黑只好继续狠狠堵刀 结果一蛇的头竟诡异地掉了下来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艾蛇是总部派来的一名仿生人 难怪他会如此严格地服从命令 雷普利认为艾蛇应该知道消灭异形的办法 于是修复他的部分功能 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无法杀死 因为这个异形 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攻击力 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小黑听到这一幕 气得放火烧掉了他 事已至此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飞船的自毁程序 将异形炸死在飞船上 然后三人乘坐太空梭逃走 但启动太空梭需要大量冷却液 所以雷普利去启动太空梭 而小黑二人则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冷却液 可就在两人取出冷却计时 意外再次发生了 异形悄悄从通风管道里钻了出来 女人当场就被吓傻了 小黑怒吼着让女人赶紧闪开 他要放大招了 女人却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腿都软了 小黑生怕伤害到女人 于是不敢使出火焰喷射气 勇敢地冲上去和异形肉搏 异形转身一尾巴就把他抽翻 直立起来行走的异形高达两米 人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在其可怕的外表下 这种外星生物实际上 具有一种纯净完美的特质 流下的口水并不是恶心的粘液 而是他身体中流出的纯净水 和不可抵御的特性中可以一窥究竟 他们并非恶意攻击人类 只是单纯地想要生存下去 一旁的女人已经被吓得彻底绝望 都没有察觉到异形伸出尖刺的尾巴 正向他缓缓逼近 随后一声惨叫 顿时响撤了整艘货船 雷普利听到惨叫声 急忙拿着武器赶去帮忙 但在途中尖叫声就已经戛然而止 等他赶到的时候 发现已经晚了 两人的尸体早已经凉透了 看到如此惨烈的一幕 他急悲伤又绝望 一刻也不敢停留 飞快地跑回了主控制时 他立刻启动了飞船的自毁装置 紧急启动自毁系统后 飞船将在十分钟后爆炸 他需要尽快到达太空缩逃生 但雷普利不敢原路返回太空缩的位置 只能从飞船底舱悄悄掠过 然而他无意中在飞船底部 发现了异形的潮雪 船长等人居然没有死 都被拖到了这里 被异形的分泌物体包裹住 成为异形培育后代的容器 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 船长还剩最后一口气 恳求雷普利立刻帮他解脱 雷普利不忍心看他受苦 拿起火焰喷射器将整个潮雪烧毁 此时距离飞船爆炸 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当他回到太空缩时 发现异形早已经埋伏在了这里 雷普利魂都吓飞了 悄悄放下笼子里的橘猫 吸引异形的追击 自己迅速返回控制室 但异形并没有伤害橘猫 因为他不构成威胁 跑回控制室后 雷普利企图关闭自爆装置 然后将携带着异形的太空缩 弹射到太空中 想法倒是挺美 但自毁程序超过限定时间后 指令就无法撤毁了 这让他万分的绝望 走投无路的雷普利 只好硬的头皮再次返回太空缩 和异形大战三百回合 可让他意外的是 异形竟然已经不见了身影 幸运的他拎起箱子带着橘猫 顺利登上了太空缩 而他也快步来到驾驶舱 开启了系统 在按下所有启动按钮后 这一刻他才松了一口气 他终于搭乘太空缩脱离了飞船 就在太空缩当脱离没多久 飞船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诺斯托罗莫号和2000万吨矿石 虽然距离母舰很远 但鱼波还是让太空缩发生了剧烈晃动 雷普利以为噩梦般的经历就此结束 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下来 因为没有任何生物 能够在这种强度的爆炸中幸存下来 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 此时如是重复 准备好好睡上一觉 可就在他准备启动休眠程序时 异形的力爪突然伸了出来 雷普利顿时惊慌地躲进了更衣室 没想到难缠的异形竟然没有死 他也躲进太空缩上 但他并没有发动攻击 也不知道他此刻是太虚弱 还是躺在两个管道中间在睡觉 或者是出现晕机反应 吓得雷普利大气不敢喘 他悄悄地穿上了太空服 想到了对付异形的办法 他拿起一把锁枪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走了出来 战战兢兢地来到了驾驶位 然后用安全带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 他想利用巨大的真空吸力 把异形吹出船舱 随后小心翼翼地启动冷却系统 把异形给逼出来 而异形也在冷却液的清洗下 变得异常痛苦 并生生从管道里爬了出来 此时雷普利已经处于极度恐惧中 浑身止不住颤抖着 但他仍然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 就在异形靠近他身后的一瞬间 他迅速按下了舱门按钮 巨大的真空吸力把异形吸了出去 但异形强有力的手臂 却死死抓住舱门不放 吓得雷普利立即补一枪 将异形打飞出去 可舱门又卡住了锁枪 把勾住飞船的喷射口 想要爬进飞船里面 雷普利见状 直接利用引擎启动等离子火焰 将锁链完全融化 终于把异形送入太空深处 雷普利的勇敢睿智临危不惧 和强大的异形斗智斗流 成了星际货船诺斯托罗莫号 唯一的幸存者 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并在语音信箱中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然后进入休眠等待救援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和异形之间的恩怨才刚刚开始 四十多年过去 如今再看一行 他依然是那种 轻而易举秒杀大量恐怖片的存在 依旧稳坐宝座之上